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学者张盈颖遇害案 当地时间的8号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区联邦法院 进入该案量刑审判的阶段 此前曾经被指控绑架 及谋杀张盈颖罪名成立的嫌疑人 布伦特·克里斯腾森 能否背叛死刑 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 首日的量刑审判 在位于皮奥里亚的伊利诺伊州 中区联邦法院举行 嫌疑人克里斯腾森出庭 张盈颖的家人和律师也来到现场 法庭上检方指出 克里斯腾森绑架 虐待 杀害张盈颖 手段残忍 而且蓄谋已久 此外 克里斯腾森至今 仍然拒不交代张盈颖遗体藏匿的地点 基于这些理由 检方要求判处嫌疑人克里斯腾森死刑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 此案所涉及的绑架并谋杀的罪行 只有死刑或终身监禁两种量刑可能 由12人组成的大陪审团 最终将决定嫌犯的量刑 只有当12人全部赞成死刑的时候 嫌犯克里斯腾森才会被判处死刑 如果有一人反对 那么嫌犯最终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据记者在庭审现场的近距离观察 12名陪审团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组成 年龄大都在35到50岁之间 据了解陪审团是通过随机加面试的方式选取 来自各行各业 张盈颖生前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 湘宾分校副校长表示 期待法庭做出公正的裁决 2017年6月9号 张盈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学期间失踪 美国联邦调查局三周后 逮捕了嫌疑人克里斯腾森 指控他涉嫌绑架和杀害张盈颖 但克里斯腾森此前一直拒绝认罪 今年6月12号案件开庭 辩方律师在进行开庭陈述时说 克里斯腾森承认是他造成了张盈颖死亡 6月24号陪捕团裁定 克里斯腾森绑架和谋杀张盈颖的罪名成立 本案的最终量刑结果 预计将在两周后宣布